现在三折叠手机很火 手机的打屏体验是真不错 很多人都希望拥有更大的屏幕 在上面玩PS5游戏 随时随地刷手机看看剧 有没有办法让自己拥有一块打屏呢 这个魅族的AR眼镜可以做到 它的全名叫StarV View AR智能眼镜 我之前用过PS5的PSVR2 头盔式的VR眼镜 这两类产品区别还是挺大的 我们先看外观 魅族V View的外观 尺寸 重量 和普通的墨镜差不多 只是那个镜腿和顶框厚一点 但是眼镜整体配重比例比较好 74克的重量 戴久了也不会压鼻子 因为它很轻巧 携带方便 所以实际应用场景比较多 在家办公室 乘坐公交地铁 高铁飞机 户外露营都可以 首先上班族可以用 当然了 我不是教大家戴AR眼镜上边摸鱼 我是说中午休息的时候 可以戴上AR眼镜 看看剧 刷上短视频 这样就不用低头看手机 也不用双手举着手机看 可以坐着看 还能躺着看 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别人可能还以为你在睡觉呢 那么哪些设备可以用呢 如果终端设备支持DP-OUT 那就直接连接眼镜就可以了 就可以将画面投射到 StarV-View眼镜当中 小屏秒变大屏 魅族作为大品牌 其实不仅仅是大家认为的 只做手机 它也在进行生态产品布局 比如汽车 手机 智能终端设备 StarV-View不仅沿用了手机广受好屏的 Flyme系统 而且它还与车机进行了打通 只要眼镜连接到DP-OUT的车机 就可以在车内空间 拥有一块188英寸的大屏幕 独享车内娱乐体验空间 这个功能真的还是挺不错的 领克和极克的车主 建议可以看看 其实我们可以把StarV-View 想象成是一个显示器或者电视 接上手机 我们就可以看iU腾 我用的是小米14 iPhone 15也可以 很多新的iPad 笔记本电脑都可以 戴上AR眼镜 敲电脑键盘 看着还挺高科技的 另外这个云掌机也可以 可以戴着AR眼镜玩游戏 除了C口的设备 还可以接PS5 Switch这种HDMI接口的设备 但需要单独配一个HDMI 转Type-C接口的连接器 这样就可以戴着AR眼镜 玩PS5和Switch游戏了 不需要接显示器或者电视 像手机电脑游戏掌机都自带屏幕 AR眼镜是不是多此一举呢 飞也飞也 甭看眼镜小 但实际看到的那个屏幕尺寸非常大 拿家里客厅的电视举例子 沙发距离电视大概三米 坐在沙发上戴着AR眼镜 看到投影的那个屏幕尺寸和现实的78到85寸的电视是类似的 另外我也拿它和我这个42寸的电视对比 距离1.5米观影 它和42寸的电视屏幕尺寸正好吻合 我们在用手机的时候手机屏幕距离眼睛大概是0.5米 但如果换用AR眼镜 那个屏幕简直是超大的 比如我闺女在玩王者 我用眼镜看它的投屏影像 那个画面非常大 文字人物特效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眼镜还是120赫兹高刷的 看着很舒服 然后我再用眼角的余光看了一下它手机屏幕 那个太小了 紧盯着看不舒服 还是大屏看着舒服 用这个眼镜看到的影像 我感觉有点像投影 虽然图像是投射到镜片上的 但是眼睛的聚焦点并不在镜片上 感觉像这个投屏是在前方大概2米的墙上 说完观感咱们再说说听感 这个眼镜腿上有一对扬声器 别看它小 实际听感比手机外放要好得多 而且听着很自然 可能是它离耳朵比较近的缘故 它不像耳机 这个眼镜腿的音箱它是开放的 它不会发闷 另外它还有防漏音设计 音量只要不是调到最大 身边人是听不到声音的 私密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眼镜还有麦克风支持通话降噪 偶尔出门外出需要临时处理一下工作 无论环境有多么嘈杂 也可以用来在线开会 下面再说说其他方面 眼镜框上方有两个旋钮 这是近视调节用的 支持0到600度调节 眼镜真实的屏幕其实是在眼镜框的上方 通过光学原理折射到小镜片上 屏幕是索尼的OLED 单眼分辨率是1080P 120Hz刷新率 最大亮度700尼特 可以手动调亮度 眼镜前方有双层镜片 虽然是透光的 但是颜色太暗了 不能当墨镜用 另外要说一下 眼镜自带的数据线藏得很深 在这里我开始找了半天 另外这个眼镜自身是没有电池的 也不需要充电 也没有开关基键 既插既用 STAR VVIO使用的是BB技术方案 但它的屏幕边缘没有虚化 中心MTF大于0.85 边缘MTF大于0.65 是领先行业水平的 另外它还有独创的Flyme XR空间系统 戴上眼镜可以体验AR空间 这时手机会变成一支遥控器 前方就好像是电影院的屏幕 我们在上面可以看手机上的视频和照片 还有很多流行的视频APP 这套Flyme XR2.0系统 是VIO UI团队联合Flyme团队达到的 而且还继承了一代眼镜 备受好评的Smart Bar 简化交互层级 极大降低切换界面带来的割裂感 魅族的这款AR眼镜 整体做工和品质都不错 像眼镜腿的开口 还有鼻托的材质 还有USB线的弯折 这些细节考虑的很周到 显示效果和声音体验都不错 还可以办公玩游戏看电影 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个AR智能眼镜 建议大家体验一下这款魅族的 Star V-View AR智能眼镜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